大家好,我是老黄 最近几天,有很多的人权活动家还有慈善机构 对英国内政部大臣帕特尔的所谓庇护的新的改革计划发表了批评 今天我看到英国卫报有一封公开信 那是英国有一个流亡组织叫流放作家墨水 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难民 他们是作家,但是在英国申请了难民 然后留在英国,这都是一些作家 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简要的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流放作家成员对帕特尔建立离岸中心来处理庇护者的计划感到震惊 另外呢,他们恳求英国不要遵循意大利 对不起,我说错了 澳大利亚的非人性政策 因为英国政府想把这个通过非法渠道进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尤其是那个通过英吉利海峡进来的人 想把他送到另外英国国外的一个地方去来处理 这个是学习澳大利亚的一个非人道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作家协会就呼吁英国不要去学澳大利亚这种非人道的政策 甚至有的作家就说 我们现在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 我们不能像对待人类一样去对待难民 这个性是这样子 我们是居住在英国的难民和移民作家 我们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我们对帕特尔处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新提议感到震惊 无论是我们的原籍国还是在我们的旅途中 我们在抵达英国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磨难 痛苦恐惧 这都需要得到人道体面和尊重的对待 因为他们说的他们都是一些难民作家 该法案应该表现出同情心 而不仅仅是因为难民被迫采用非常规的方法 进入该国而受到惩罚 被定为犯罪 进入英国的危险和非法旅途的原因是严酷的制度 阻止难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难民是别无选择 他要来英国 但是英国的移民政策 种种的这些移民政策又那么的严格 所以他们是别无选择 他们只能采用这个非法手段进来 至关重要的是帕特尔需要意识到 将难民遣返本国 遣返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这是有严重危险的 因为许多的政权 他们是非常乐意接收这些被遣返的难民 然后把他们杀死 帕特尔将寻求庇护者转移 将难民转移到偏远的离岸中心的计划 意味着难民逃离了一个监狱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监狱 用中国话来说 逃离了湖口又进了狼窝了 此外这种待遇暗示我们难民是贱民 应该从社会中移除 从而煽动种族主义 难民最终为这个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技能 教育和知识帕特尔的政策 当然不是试图修复一个破碎的移民系统 帕特尔口口声声说 难民制度破碎了 移民制度破碎了 他要来修复 但是这个作家就认为 他这个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目的是想处理难民申请 寻求难民保护 那么你就应该把他们留下来 而不是把他们赶走 很明显内政部大臣对来到这个国家 寻求庇护的绝望的人 有一个令人讨厌的 令人厌恶的议程 我们抗议残酷不仁道 非法和不切实际的计划 然后下面有说 请我们向你们的决策和文明民众呼吁 不要效仿澳大利亚的模式 将难民安置到海外去 我为澳大利亚将人们 关在数英里之外的政策感到羞耻 而且永远不可能被释放 无情的政策和外包管理 就是他们经常把种种的这些 这个遣送中心的活儿 照顾他外包给外面的公司去做 所以这个就避免了 适合人道社会的检查 换句话说 他外包出去了 很多事情他不负责任了 所以这个待遇就很差 澳大利亚不人道的离岸拘留系统 不应该是英国学习的榜样 它是公共政策不佳的案例研究 人们被剥夺了身份 他们的逃离的原因却被忽视了 战区的受害者被指责为逃跑 他们都呼吁并通过这个号码识别 而且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险 包括精神上的保健 这加剧了内战造成的创伤 在许多情况下 人们为我们真实的价值观而战 也就是说那些战争国家来的人 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为了西方的民主自由 为了这个价值观而在那里进行战斗 澳大利亚的经历导致了自残非人化 儿童没有接受适当的发展教育 长期创伤 并表现出缺乏同情心和人性 拜托 我恳求英国不要效仿澳大利亚最糟糕的政策 作为样板 而是寻求富有同情心 人道和明智的回应 解决导致人们逃离家园的核心问题 而不是惩罚受害者 另外还有个作家说 我要再次说明 帕特尔他扭曲了 他使用的是扭曲的言辞 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是的 我们有一个破碎的庇护系统 在决策和寻求庇护的 者的不人道的待遇中 出现了严重的延误 但让我们弄清楚 这个起源 这个核心 这个来源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要把来源弄错了 不要把目标定错了 几年前我们被告知 内政部不适合其目的 并且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是对他们的庇护制度 等待裁决的这个案件 目前这个系统功能已经失效 造成了混乱 而不是说难民暴乱所造成的原因 也就是说你这是你们自己国家这个工作系统的问题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归结到这个难民涌进来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说是本末倒置 他这里说了很尖锐最后一句 帕特尔巧妙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跨海峡走私人员的卑鄙犯罪上面 也就是帕特尔利用那些人口走私犯残酷的非人道的 把人从英吉利海峡冒着生命威胁走进来 帕特尔利用了这个新闻 利用了这个现实 他把人的注意力 他把这个事情作为 他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政治庇护制度主要的原因 他把很巧妙地 他把注意力引到这个上面去 没有人希望看到绝望的寻求庇护者 被那些人口贩子 不择手段的人口贩子 那个运输到英国来 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没有人愿意看到 但正是内政部通过有效地关闭了任何 需要避难者进入该国的合法的途径 所以说为人口走私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现在他提议对任何明知 未经许可抵达英国的人进行刑事指控 并将拒绝将他们带回 对英国进行照顾 而且要把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祖国去接受惩罚 这个就说是他们认为内政部已经失控了 帕特尔认为英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投票支持我们的边境 就要加强边境 帕特尔说是英国投票的时候 他们支持我们的这个边境 要加强管理 他说这个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改革这个制度提出这个法案呢 是公平的和坚定的 但是这个人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投票去赞成 去加强这种控制 所谓的公平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 而坚定变成了严厉严酷 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庇护寻求者是逃离战争 逃离压迫 逃离生命的威胁 渴望安全的地方 这些男人女人儿童 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人性 被背弃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就是最近也就今天我看到的新闻 是一个作家团体呼吁这个帕特尔 甚至是恳求帕特尔 恳求英国的议会 不要通过这个法案 因为这个法案让人英国人民感到羞耻 谢谢大家